寻找朱慎之遗骸的两岸传奇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中共数以千计地下党员 在台湾作为匪谍被枪决 并被对岸追认为烈士 半世纪后 其中一位朱慎之的大陆家属 开始切而不舍追寻其遗骸 台湾资深新闻工作者徐宗茂 联合本刊利用数年时间参与追踪 凤凰周刊曾先后 以2002年第13期台湾50年前的政治血案 和2003年第12期追寻母亲朱慎之的遗骸追踪报道 引发一股探寻热潮 台北市政府以人道主义精神提供协助 创造两岸和解新精神 10月25日 浙江震海将举办朱慎之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跌宕起伏的追寻 让参与者不止发现当年案件以外的隐情 更看到一个跨越海峡 跨越时空的真相 当年所称 无论匪谍或是劣势的那些人 都不过是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让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国人 1949至1954年间 台湾陷入白色恐怖期 尸首大陆撤迁台湾的国民党 为了稳固政权 在岛内大批逮捕 相绝中共在台的地下共产党员 及异见人士 据统计 白色恐怖五年间 公约五千异见人士 以匪谍之名被枪决 仅万名知识分子 工人及农民被判十年以上徒刑 其中还包括不少冤假错案 有些被匆匆枪毙的 只是遭人邪远诬告 在匪谍的罪名下百口莫辩 半个世纪过去 现已当选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 与两千年台北市长任内 积极推动有关白色恐怖 时代的回顾与反思 不仅举办相关图文展览 将当年的刑场麻长亭 改建为白色恐怖金银公园 追溯当年被国民党枪决的匪谍 及同情共产党者的历史 还为匪谍的亲人寻找 仙人海谷提供方便 以人道主义精神化解国共斗争的血海深仇 这位国民党大员 面对过往政治沧桑的勇气 成就了国共大半个世纪 从斗争到和解的一夜传奇 即在此时 我因缘机会重新翻出一段 尘封已久的历史 1999年的一天 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 报社的相片柜底部 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 戴上标明肩围两字 打开后 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 发布单位是军事新 文社 时间是1950年 这些照片 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 以便看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 或许画面过于血腥 绝大部分未曾公布 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一开始只展示给几位历史研究同好看 还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 2001年 在大陆的系列书籍老照片上 我发表一文 战争后的战争 为自己带来一场友谊 无意间也发现更多的历史探索 文章写的是 1950年 中共地下党在台湾被摧毁的惨烈过程 尤其是著名的吴氏案中 国民党员国防部次长吴氏副官聂熙 原连勤总部第四兵战总尖臣宝仓 中共华东局派遣人员朱慎之等四人 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 随后被送往麻长艇枪杀 这些相关照片首度看载在大陆的书刊老照片上 立刻引起注意 后来老照片收到朱慎之在大陆的女儿朱晓峰来信 一年前我看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第十六集中的一幅照片 照片真实地记载了我母亲朱峰朱慎之 1950年在台湾临行前受审的真实场景 这是我在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 以往没有这样的资料 一时间感慨万分 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母亲重感情 但能为了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 照片中的母亲镇定自若 表明她已誓死如归 艰辛为之奋斗乃至牺牲的祖国解放和统一事业 一定能成功 家庭和子女一定能理解她 母亲牺牲在祖国大陆已经解放的1950年 至今已52个年头了 她一天也没有享受过解放后的自由幸福生活 更没有叛道与家人的团聚 朱晓峰谈到的是半世纪前的仇恨 她的哀痛与怒气使得这件往事有了鲜活的现实意义 标题一朱慎之 从抗日前线到内战前线 2002年 笔者将更详细的史实发表于凤凰周刊 后不久 朱晓峰透过凤凰周刊赚了一封信给我 感谢我提供 关于她母亲朱慎之在台湾的详细报道和珍贵的照片 并问我能否写寻母亲的遗骸下落 此外 她还提供了一篇朱慎之的友人陈修良 在大陆写的文章 让事件更为完整 该文说 朱慎之 本名朱峰 出身浙江镇海名门 就读宁波女诗史 积极参与学生活动 毕业后远嫁东北依附于陈姓人家 为丈夫的续嫌 丈夫与原配已有子女庶人 朱慎之则生下女儿陈道如 后改名朱晓峰 后来丈夫过世 朱慎之带着女儿回到镇海 并与后来加入共产党的革命青年朱晓光结婚 抗战爆发以后 朱慎之投入救亡运动 随着战局恶化 全家辗转回到浙江金华 此时正值国共合作高峰 尤其共产党的政工人员 在敌后协助成立各种民间组织 台湾及爱国志士李友邦将军 正招募旅居大陆的台湾同胞 在金华成立了台湾少年团 与台湾医用队 中共派出了张华 华沙白等人参与成立工作 朱慎之以慷慨解囊 捐出800元 以使台湾医院顺利开幕 同时为了奔赴抗战前线 朱慎之又将8岁的女儿小峰寄托在台湾少年团 所以事实上 朱晓峰是跟着台湾儿童一起长大的 国共内战前 朱慎之跟着丈夫朱小光 在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 因刑事干练 被派往上海、桂林等地公差 从事左翼文化宣传活动 1944年 朱慎之在上海遭汪精卫逮 不久获释 第二年 朱慎之正式加入共产党 1948年 他被派去香港 此时中国政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中共军队即将席卷全中国 1949年 中共华东局为了与去了台湾的无实重新联系 选中朱慎之赴台 因为朱的前夫的女儿陈志毅 与丈夫王昌成在台湾有一定的社会关系 朱慎之接到命令 只好取消由香港返回上海的计划 这期间 他连续写了好几封信给上海的丈夫和女儿 表达思念之情 尤其是女儿晓风这时 已是十八年华亭亭玉丽的小姐了 正就读于医学院 在过去十一年的战乱岁月中 母女俩只在上海 曾经短去三个月 对团员本是殷且期盼 朱晓风当时不知道母亲真正的工作 只知她临时决定去台湾 接着就完全失去联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朱晓风被告知母亲已在台湾牺牲 自己也获班列数证明 接着两岸分离 各自走了几十年的路 随着时光流逝 吴时岸慢慢变成许多年前 爆端上的一则消息罢了 朱晓风告诉我 自己现在已老了 唯一的心愿就是 死前可以赢回母亲的遗骸 而她主托的这件新任务 成为我的一个不可承受其重的情感任务 2003年春节 我带着家人到大陆旅游 在上海停留时 74岁的朱晓风和她先生 以及作家冯一彤 特别由南京赶来看我 虽是初次见面 但或许我沉浸史料已久 我们像熟师的朋友一样 带着孩子们到科学博物馆散步 边走边谈 据朱晓风提供的资料 朱晓之当年寄居女婿王昌成 女儿陈志毅的家中 如果收尸 应使王昌成去收 她曾透过台湾友人 帮忙找到了王昌成 25年前警务处宿舍的电话地址 不过实际托人造访时 才发现该处早改建为公寓大厦 此外他们也查过台北六张 离几百座政治饭墓碑中 并无朱晓之的名字 因此追查姐夫王昌成 王昌成一家的下落成为唯一线索 标题二 寻护正查找 无功而返 接受托付后 我开始寻找王昌成下落 一开始只能从护正登记着手 我拿着朱晓风的委托书 带寻姐夫王昌成 王浦 约1945年前后 约1945年前后赴台 1950年任台湾警务处电讯所主任 姐姐陈志毅又名陈宛如 陈远欣 陈连分 1920年10月5日生 向台北市政府申请寻人 大约两周后 承办人员来电 说他们过滤了16个王浦的名字后 发现其中一位年龄与省级背景的老人 相当符合我的陈述 对方将其人的住址传真给我 我大喜过往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消息 兴奋的想打电话告诉在南京的朱晓风 但李志按住了我 还是先看了确定再说 那天夜晚 我怀着万分期待的心情 寻着地址找到一家公寓 那是一家专门安置贫穷老人的公寓 按了门铃之后 一位穿着汉衫的老人硬门 那是一间狭小的居室 有些脏乱 您是王浦先生吗? 没错 有什么事 老头子一口纯正的北京枪 你以前是不是在警务处工作? 没有 我的一颗热腾腾的心顿时被浇吸了 老头子从我的脸上表情的变化 看出我找错人了 也确认了我并非不怀好意的来客 立刻露出了笑脸 要请我进来坐坐 不用多问 我已知道 眼前的老人代表台湾社会中典型的故事 从部队退下来以后 靠打零工生活 没有钱没有家 也没想回大陆 就一个人孤零零住在酸臭的小居室 看得出他很想找人聊天 但我实在没心情 只好匆匆告别 标题三 台湾媒体追访至南京 2003年8月 我在台湾中国时报 发表长文 详述此事 同时在TVBS电视台播出对朱晓峰的访问 海外与大陆一些主流媒体做了大副专载 朱晓峰 渐渐从周围感受到一股朱慎之热 知道的人便多了 一些单位领导也表示关心 朱晓峰后来告诉我 八宝山革命公墓已准备好 就等着朱慎之的骨灰已领 不过 我仍然没有接到一个王昌成或他的后人打来的一通电话 这期间我经过南京时常会和朱晓峰逢一同小聚 当我说及寻人事情毫无进展 实在抱歉 朱晓峰反而看开似的 提到母亲时不再向最初尝不出哀伤神情 反而有一股宽慰与笃定 她甚至说这件事算了 看我这样费神觉得过意不去 我们又说好或不好 因为内心确实没底 不过开始琢磨着朱晓峰心情变化的背后 我在台湾认识一些政治受难者的家属 他们的先人同样是下落不明 不过在获得真相以及为先人恢复名誉后 他们的内心大体也平复了 为了追寻朱晓峰的下落 我发表了许多报道 意外使朱晓峰获得了更多关切 朱晓峰也被赋予诸多荣誉 这可能带给朱晓峰的内心一般人没有的满足 母亲将流芳始始 永远活在世人心中 所以骨还在哪里似乎已不是那么重要了 标题四 找到了我要找的人 直到今年二月间 我突然想到再托一名朋友帮忙 那是台北师傅前民政局长林正修 我们认识多年 此君曾投身社会运动 充满理想与坚持 他熟识护政管理人员 生性仗义直言 爱好文史 过去也举办过许多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活动 完全理解我的追求 这一次 我有一种莫名冲动和预感 觉得会有突破 果然 后来我带家人 由大陆春节旅游回到台湾后 立刻接到正修的电话 告诉我王昌诚已经过世 不过陈连芳 陈之义的别名还活着 他找到了 正修的画像闪电般的披进我的心里 朱慎之是王昌诚收尸的 陈连芳当然知道朱慎之葬在哪里 找到陈连芳即意味着解开谜底 经过三年的寻求 答案终将出现了 据正修查出 陈连芳白天都待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 晚上才回家 于是一大早 我们就约在这家疗养院下面碰头 上了四楼 告诉医护小姐 我们要找陈连芳 小姐客气地引我们到一间附建房 老太太就坐在一个健身椅上 根据资料已有85岁了 看来面色红润 善于处理群众关系的正修 马上几句虚寒问暖 老太太也以和颜月色相报 接着跟我们到另外一间无人的小礼堂去谈 我开门见山地说 我受您的妹妹朱晓峰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 老太太冲口而出 我没有妹妹 我解释 她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啊 老太太好像一时还转不过来 脸色变得凝重 我再提到她的继母朱慎之 她马上响应 朱慎之是共匪 跟我没关系 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我赶紧从包里找出朱晓峰寻人的委托书 老太太看着委托书上自己的名字 若有所思 神色屈缓 她记起朱晓峰这个小妹妹 我跟她不太熟 不过她那时候好像不是用这个名字 这段往事开始在我们之间架起一道桥梁 我继续追问最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我来的唯一目的 朱慎之被枪杀后 是您的先生收的诗 老太太说 没有 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 尸体是正负处理的 您知道埋在哪里吗 或火化后放在哪里 不知道 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标题五 疏忽了关键仙人 我失望的情绪可想而知 又落空了 不过 无论如何 我们找到朱晓峰的亲人了 我再问 如果您妹妹来台湾 可以来看您吗 老太太犹豫了 随后说 她的女儿在公家机关做事 怕会影响到她 我清楚感到 老太太心中有一道墙 一道钢铁般的墙 我何德何能 能融化或穿越它 只好告别 赵臣连方的说法 现在我们只能再去找政府部门 也就是当时的刑警单位 验尸的法医等等 这些单位必然留下记录 由于接下来的查询工作 涉及到军方行政单位 郑修把我介绍给自己的亲戚林玉芳 他是亲民党籍立委 是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委员 回到办公室后 我总是感到百般不对劲 好像少做了什么 过去我一直把重点放在 朱慎之和王昌成二人身上 没有考虑到陈连方 可现在我突然想起来 朱晓峰曾经提到陈连方的大姐陈兰芳还活着 一直卧病在床 渴望见到妹妹 曾写了一封信给她 但无处投递 朱晓峰还影印过这封信给我 并让我翻拍一些小时候在东北的照片 里面有陈家的全家福 那个年代姊妹们玩在一块 露着阳光般的灿烂笑容 此刻这些东西都变得极有意义 我马上打电话 告诉在南京的朱晓峰与冯一同 他们非常高兴 远在大陆的电话那头 朱晓峰说 我跟她不太熟 可是北京的陈兰芳是她的亲姐姐 她88岁了 很想妹妹 很希望能见她一面 冯一同的话 更负一寒 找到还活着的人 比死去的人还有意义 我的头脑似乎也转过来了 陈家分离了半个世纪多 盼着团圆的一刻 现在知道彼此都还活着 岂不喜极而泣 于是我又带着资料 赶回疗养院 这回老太太亲切许多 我拿出她童年时 在东北的全家福照片 她说 你怎么有这个 接着雨色 凝视着照片 久久不能言语 后来慢慢的 她开口说起东北的事情 谈起了父亲 我说她的两个哥哥已经过世 可是姐姐还在 身体不好 希望死前能见她一面 她显得讶异 悬又露出高兴的笑容 不过对于双方重新联系这件事 她迟迟无法决定 主要还是怕影响到我女儿 让我再考虑一下 至此 老太太已不当我是全然的外人 用惆怅的口吻 谈到家里的事 谈及过去 陈连芳说 那些名字 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标题六 两岸特工同居一家 听到此话 我脑袋一片空白 以后几天我一直骂自己笨 怎么忽略这么个重要的可能性 就如正修告诉我的 透过护证档案 是找不到王昌成和陈连芳的 因为他们根本是躲着不让人找到 两岸相互探亲通商已经快二十年了 两边有亲戚的 别说是通信见面 就是买房子该工厂的也已不计其数了 王昌成夫妇不仅没回去过大陆 甚至刻意躲避亲人的巡房 避开他们经验法则中任何可能的危险 道理很简单 在那个沙发时代 一个共产党特工寄居在国民党特工的家中 执行重大任务 而两人是母女关系 未被牵连遗属万幸 岂有不远远避惑的道理 我回想陈连芳说的一些话 恍然大悟 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 我没有资格做任何道德评断 因为那终究不是我的人生 其实陈连芳的忧虑在今天早已不成问题 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任何人的人生重来一遍 原本我向陈连芳承诺 如果她不愿意 我不会把她的电话和地址交给北京的姐姐 但后来我违背了这个承诺 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阻绝亲情的权利 他们姐妹间的任何事情都应由他们面对面来决定 目前 据我所知 陈兰芳后来打了电话到陈连芳的家 得到的是没这个人的回答 由于我的无能 原本家庭团圆的喜剧最终没有促成 也由于自己失言了 我再也没有脸回去问陈连芳任何事 只是偶尔想起小学师课本教的 海峡的水静静的流 尚嫌越牙越如沟 勾起了恨 勾起了仇 我们曾经被这样贯注 两岸中国人流的鲜血 好像只是为了换来更多的深仇大恨 或是换来更令人仰望的主义与领袖 这绝非流血的人所愿 我相信他们一定愿意自己的生命换来更宽广的世界 敞开的心胸 宽容的情怀 一个理性与法律 超越个人权力欲念的中国 标题七 朱慎之遗海 最后没人去领 五月间 两岸情势出现重大变化 国民党主席连战 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访问大陆 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热情接待 双方签署文书 表达追求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共同目标 电视上不断播出欢迎仪式的热烈画面 鲜花 呼喊 感人的致词 以及无尽的笑言 与此同时 台湾国防部对于我们透过林玉方委员所提出的 档案查阅申请案 做出正面响应 他们派人拿着原始文件亲自前来说明 其中却有新发现 与朱慎之骨骸下落有关的文书有两份 一是1950年9月底 陈连芳写给军法局长的一封信 此时离朱慎之被枪杀已有三个多月 信全文如下 切民继母诸甚之误入歧途 只受国法之财 此故有应得 百死莫属 为民每一念 己先言养育之恩 则又不免欺欺于怀 据文先继母全部一物现由调局保管 你肯准于此发 由民收存已自留念 已被他日迁运先继母 以海归祖赢之用 临程不胜迫切 待命之之 不久 军法局回发陈连芳一份公喊 同意所请 文曰 据清领朱慎之遗物一节 准与聚领 养鸡持批 为带该民身份证前来接领 显然 国防部人员根据陈连芳的陈情书 觉得他已领回了朱慎之的遗骸 不过他们也承认 没有发现陈连芳签署的遗骸和遗物的领具 而无时暗中枪决的其他所有人士的遗体和遗物 都由其家属签下领具领回 国防部人员甚至出示了所有领具 包括无时的家属也有 唯独没有朱慎之的 我跟陈连芳本人谈过话 加上眼前的文件 已经可以拼凑出大致的真相 我认为陈连芳确实没有领回遗骸和遗物 1950年6月10日 朱慎之枪决后 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 然后埋在台北某处 三个月后陈连芳写了一封信向军法局陈请 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 以便有朝一日连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 军法局也同意了 并据函通知他来临 但他改变了主意 没有来临 为什么 是什么事或什么人阻止了他 让我颇为讶异的是 他信中所流露的 对朱慎之的自然感情 与他初次与我们碰面时冲口而出的朱慎之士共匪 截然不同 到底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他自己也被严重牵连了吗 还是他的政治信仰最终战胜了亲情 我已经没有能力再追下去了 我可以确定的是 朱慎之意永远安息在宝岛的土地上了 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这个单位早已没了 相关文件也不知去向了 到后来 我发觉自己真正追寻的并非朱慎之的遗骇 而是试图回答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的疑问 海峡的风风雨雨让这个问题更显沉重 但他绝不仅仅是关于这道海峡 而是所有愿意付出自己生命 让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国人都曾问过自己的 本来在这件事情上 我的工作已划上句点 但是冯一同建议我完成最后一个动作 即把整个过程平时无误地记下来 作为对中国人社会的交代 十多年前流行音乐制作人同安格 有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歌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作为落笔后的心情 我倒觉得应该是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 不懂得录音 不懂得录音 不懂得录音